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在傍晚的时分 新华社就发表了一则非常重磅的消息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国务院就免去了原香港中联版主任黄志文的职务 任命骆惠宁为新的中联版主任 骆惠宁就何许人 他就是现任的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上周六才获任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也是曾任山西省委书记 这一则的消息令我想起 在去年11月26日的时候 路透社也爆出了一宗独家的猛料 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到底路透社是中了多少 根据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绕过中联办在深圳设置危机处理中心 位置在香港中联办所持有的深圳物业紫荆山庄那一树 紫荆山庄在14年香港爆发占中的时候 亦曾经被用作危机处理中心 报道同时引述一名中国官员指出 中联办误判香港形势 一直指与香港的富豪中国精英混在一起 与香港的市民关系疏离 因此在香港和大陆都招致批评 着重遣险必须改变 路透社也同时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到 北京当时已经考虑撤换中联办的主任黄志文 显示不满他处理香港危机的做法 这篇路透社的报道其实是在11月26日的时候刊登出来的 换言之已经得息了11月24日 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的结果 这篇报道提到中联办误判香港形势 当然应该包括了误判区议会选举当中的形势 这篇报道也指出了 随着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抗争升级 北京绕过了正规的行政体系 持续在深圳紫荆山庄设立危机处理中心 直接监督香港的情况 六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 过去几个月北京的高层 曾经在深圳指挥和制定战术下达指令 除此之外北京也曾经在该处召见香港官员开会 曾经议会者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警察企业领袖 以及是亲北京的政治人物等等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每天都会接收到 来自紫荆山庄的简报监察香港的情况 显示北京对紫荆山庄危机处理中心的重视程度 王志文在2017年9月才接替张晓明成为中联版主任 翻查记录 原来他在历届中联版主任当中 任期是最短的位置 我除了想到这篇路透社的报道以外 其实还想到另一件事 在池山子发生 当时他主动向林郑伸出友谊之手 但遭到林郑拒绝握手 当时李嘉诚先生也站在中间 想撮合两人握手 可惜失败了 到底拒绝握手之迷是什么事呢 19年3月时发生 当时除了这件握手事件外 原来王志文还在政府总部出席了一个宣讲会 就是讲解两会的精神 各级政治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 首长级公务员、几百人都在场 唯独是不见林郑的踪影 原来林郑当时在海南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的年会 去到下午才回香港 但是有记者翻查了资料 这场的宣讲会本来安排了由林郑去主持 但是突然之间安排有变 林郑不在香港而要缺席这场的宣讲会 但是林郑当时在海南根本没有重要的官方活动 理论上可以前一晚坐夜机回香港 赶紧到主持这个宣讲会 但是她选择了较松动的安排 故意不和王志文一起出席这个宣讲会 到底是什么事呢 到底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 是不是好像某些大台的名嘴所说 就说是由林郑主动摆上台面来推动 或者背后就是由北京作为这个推手呢 其实都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不过无论是不是林郑主使都好 她都是帮兇 她在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当中 一连串的施政失误 她都是必须承担责任 因为她至少在名义上 她是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领导人 纵然之间大家都知道她大权神祖旁乐 她根本上是一个傀儡 不过她有这个辞职的自由 她没有这样做 所以她也是要负责的 不过如果你问我 到底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 是不是由林郑主使的呢 我不是很相信的 就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她身上 很多人都要负责的 是不是 好了 这一谈其实就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反映了大家当日 在11月24日的时候有去投票 这一票依然在这一刻 都还在发挥作用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当时有些外媒就踢爆了 原来大陆的报纸一早就写好新闻稿 想着香港区议会选举 建制派是会胜出的 而沉默的大多数会出来灌票给建制派 建制派就可以掌握到民意的逆转 当时的稿件甚至是漏空空格出来 到时想填建制派赢多少席上去 当然这个如意算盘到最后就打不响 为什么呢 就是多得我们香港人不肯认命 全部站出来投票 哪怕排队排一个小时也好 两个小时也好 依然的信念是非常坚决的 如果当时我们误信了白票党 中五毛党这些残言 就说不用投票了 或者投对家 那就糟了 大家回想一下 其实有十几个区当中 胜负距离是一百票以下的 这些白票党纵然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但只要他们能够狡猾到少数人的人心 就足以令整个选举结果翻盘 比如说在那十几个选区当中 胜负距离是只有一百票以下的 有些甚至乎是一两票的 如果那一两票是正正误信了这些白票党的残言 那就大劲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抵制这些白票党 这些白票党 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当中 又会继续发挥作用 根据我的观察 他们主要有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就是 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所谓Statement of Policy 即是所谓政策声明当中 第四条提及到 美国会支持香港建立真正的民主选举 并且在2020年之前 为香港立法会所有成员 举行公开和直接的民主选举 他们就拿出这件事 去否定功能界别的选举 就说应该争取立法会的普选 应该争取全面直选 全部都是地区直选 就不应该去参与功能界别的选举 我必须要严正指出这些人的谋误 他就故意将争取立法会的普选 以及争取立法会里面 多数议席这两个目标是对立起来的 其实应该并行不勃 是两条腿走路的 一方面就要积极推动立法会的普选 使得70席都是全面的地区直选产生 但是万一在这8个月之内争取不到 因为9月就已经是选举了 万一争取不到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唯有用一个Plan B 这个后备方案就是什么呢 就是争取在70席之中 立得多少就得多少 无论是地区直选也好 功能界别也好 尽立 是吧 那没问题的 但是这班人就故意将两个方案对立起来 然后就踩人来参加功能界别的选举 这是非常大的谋误 大家千万不要误信这些人的残言 一定要积极来参与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案可以推动到 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 争取到2020的双普选呢 当然他们有说的 就是要求美国来制裁那些 参与功能界别选举的候选人 使得他们担惊受怕没有人去选 这些根本上就是傻子 告诉你 共产党要找35个人出来 是不怕制裁的 是拥抱大湾区的 找30个亡命之徒出来选容什么 立法会不是没有薪金出的 10万01000元月薪 再加上他的医保的津贴 交通的津贴 筹作的津贴 还有办事处的津贴 加上还比他人工本身更多 怎么会没有人肯去落搭 他找30多个人去选容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听这些人的残言 一方面当然是要争取 立法会的普选 万一争取不到 你也要争取最多的议席 起码过半数 不要听那些人在弄点 就说不应该这样去参选 这功能界别永续 不用听他们说 如果一早听他们说 在这个区议会选举当中 投了100票 又骂人吃人血饭头 就不会带来今天的小小改变 香港人每人走一小步 就可以踏出一大步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登记做选民 倘若那些黄店 做食肆登记做饮食界的选民 总之大家一人走一步 看一步就走一步 千万不要放弃 不要把这些东西拱手相让给建制派 否则的话这很大事 包括今天王志民主任被免职 多多少少都关于区议会选举问责事 虽然这群白票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但只要他们每个选区 骂到一千给几百人的话 其实分分钟都会翻盘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上届在新界东长毛赢方角山是一千票 他们欠缺最后的席 所以不用听那些人说 相信自己 好了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